而讲到挑战 蔡英文高票当选回国了 民进党主席还抛出了修宪 要提高国会席次 这个马总统也回应了蔡英文的主张 他强调立法院的问题不在人数 关键是在党动不动就霸占主席台 这才令人忧心 接见全国商总李坚士 马总统的话题离不开立法院 频频卡关的服帽 随着蔡英文强势归位 当选民进党主席 更带头喊修宪 要增加国会席次 马总统隔空对抢 要民进党先停止霸占主席台 不是国会人数多少的问题 也不是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黑箱的问题 或者是程序正义的问题 如果一开会 议员不合就把主席台给占了 大家都不能开会了 那这怎么叫做民主呢 这怎么叫做理性呢 这怎么叫做法治呢 马总统反批在野党不停杯葛 才是立法院停滞不前的真结点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则认为 整个代议政治 问题绝不只有国会席次 那么简单 不是我们凭空去设想一个数字 增加几席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要有完整完整的 宪政改造的一些方案 我自己也在跟我的同事 好好的就这些问题 在提出我们将来的一些主张 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的 从福茂到自经区以及核四议题 朝野立委不断上演表决杯葛 意识攻防戏码 即将上任的蔡英文跑宪改 要国会席次增加降低公投门槛 只是问题庞大复杂 难解却是朝野都该深思的课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